国庆假期结束,你去寻找适合远方了吗?如果没有,也没关系,这个十月,《万卷书》和《千里路》都在那一本迎评中,十月八日开播第一本好书,和已经播出三期的《幸运人生》,在豆瓣上都获得了9.2分的高评价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当综艺节目都属国内原创,可谓良心,对于看多了有剧本,有人设套路节目的观众来说,这个今秋惺喜冤冰,其余人生,苏丽儿真是出道二十多年,一搞笑鬼马走红,大雅步入四字头人生,从主持人变身节目发起人,与德国爱美奖、金马奖、圣丹斯国际大奖等众多奖项的纪录片导演赵琪, 一拍集合,推出了中国首当明星即是真人秀其余人生,每期节目,阿瑶在一个明星旅行,旨在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,记录片交真人秀的创作方式。 不仅留下了颇质质感的唯美镜头,也记录了明星接地气的一面,当偏二大象的小S,因被猎杀的大象尸体哭泣,屏幕那头的观众一感同身受,有意思的是, 这当节目将设置的艰难直接看路在观众面前,在第二期节目中,设置组除了不断走走停停的开车追风,还有在超强风暴大闪电的恶劣情景下兼顾拍摄, 但每次停车下来的拍摄时间,也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已,工作人员的吐槽被剪禁了节目,弹幕里不乏同情摄影师的声音,第三期的主题是攀灯茶呀,风,然而一半的节目时常是在拍摄等待上山,等待的日子很枯燥,也折磨着登山人的内心,但等待何尝不是登山人的日常呢? 有网友说,国内真的很少有这么安静的综艺,没有声音突兀的大道理,空净,没有无病呻吟的字幕和旁白,大多数时间都只是向远方凝视着地球上的阳光,草木,云雾和生命,一本好书让读书活起来,除了有远方的,心欲人生,失忆的一本好书,也让人眼前一亮,一本好书定为原创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, 被誉为尽自如眠的升级版,节目以十二本经典制作,还原书中的十二个经典场景, 环形的舞台设置让观众直面现场,赵立心,王俊松,王洛勇,潘红等实力派演员演绎, 梁文道,朱大可,芝安,吴伯凡,史恒,贾方舟等作家学者品评,第一期节目带来的是经典名著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 赵立心与王伟的两人通快标戏,十二阵龙发困金句迭出,十二嬉笑怒骂谈笑风声, 你来不保护不相让,让观众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缩影, 有网友表示,这些戏骨们看来没有什么综艺感, 但震撼道我不敢开背书,不敢开弹幕, 结束后一句话,都说不出来的节目演绎, 尽管没本书的内涵,不是短短一集节目,就能说得尽道德名的, 但以一种欲书还修的方式推荐一本名著,激发读者的兴趣, 将一次阅读者旅的开头不再那么迷茫,恰是不错的选择。